现在来大家期待已久的犹豫游戏大结局 说接上回 阿奇眼镜和偷妹成为了最后的三个幸存者 虽然活了下来 阿奇却高兴不起来 他质问眼镜 为何要牺牲他人来通关 如果换作是自己 眼镜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牺牲掉 眼镜怒对阿奇 表示自己替阿奇背上一条人命 对方却不感恩 指出阿奇一生落魄 就是因为头脑不行 还爱多管闲事 阿奇瞪着双眼说道 我来这是因为我很废 那你这个天才又为什么会沦落致死呢 这时 为此游戏进行的面具人出现 提出妖众能换上正装去接收礼物 去卫生间换衣服时 偷妹露出了身上的伤口 原来上一关最后的玻璃爆炸时 有一块超大玻璃刺穿了她的腹部 当下的偷妹身体越来越虚弱 紧接着这场独眉游戏的主办方 招待了三个幸存者一顿大仓 仿佛死刑犯上路前的断头犯 阿奇和眼镜拼命往嘴里塞食物 他们知道还有一场终极大考即将来临 唯独偷妹因为身体云 根本没事几口 用餐完毕后 主办方又居心颇测的 给伤人各自送上了一把刀 几人面面相去 脸上显满了警惕 另一边 警察黄警官好不容易逃到最近的一座海岛上 找到了信号 他打给上级汇报情况 可惜信号断断续续 对方也没听太清 黄警官先将一路拍到的剑文发出去 继续躲避追杀 可惜他最终 还是被面具人的队长带人堵个阵招 黄警官用自己已经通知警方 和手里的枪来恐吓对方不要乱来 奈何这队长也是个高智三枪人 已经推算出 黄警官沿途开枪只剩一颗子弹 队长各种劝说黄警官乖乖听话 抹就一条生路 接下来这一幕 让黄警官傻了眼 对方面具之下 竟然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哥哥 黄哥 黄哥在场劝说黄警官无果 人之脸一枪打中弟弟的肩膀 黄警官掉落悬崖 夜里 幸存的三个人保持着警惕 所以也不敢睡 阿奇早就发现同梅不对劲 现在状态越来越差 上前查看 同梅对自己的伤避而不谈 不肯明说 阿奇也不在意 转而提出 在最后一场游戏中 两个人联手 击败灭绝人性的眼镜 一起兵分奖金 离开这里 阿奇连怎么花钱都想好了 黄王站好好照顾自己母亲的余生 对女儿尽到当天的本分 同梅听说阿奇的女儿 和自己的弟弟同睡 不仅有些唏嘘 他向阿奇提出 两个人不管谁出事 剩下的人都要替对方照顾家人 这时 阿奇听到眼镜发出很重的呼吸声 似乎是睡着了 准备趁着机会去结果对方的性命 这时 同梅虚乐的说道 停手吧 你不是那种人 阿奇一回头发现 同梅倒下已经快不行了 他这才发现了同梅巨大的伤口 阿奇赶马冲出去 疯狂拍门求援 过了一会 灯光亮起 然而面具人不是来救人的 而是抬着装尸体的箱子出现 原来在这瞬息的时间里 眼镜杀害了 没有反抗自立的偷媚 刚才的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 暴怒的阿奇准备攻击时 被面具人实时控制住 他的仇恨 最终只能放在最后一场游戏中宣泄 很快 重极赌命游戏开始 阿奇通过拆一笔的方式 获得了先手选择权 面具人没有解释游戏规则 只是让阿奇在攻击方和防守方之间做选择 怒火中烧的阿奇 选择了成为攻击方 紧接着进入规则讲解环节 本轮比赛 选取了早年间 换回小朋友很爱玩的鱿鱼游戏 防守方把攻击方推出界就算赢 攻击方获胜的条件则是 踩到鱿鱼头部 任何一方死亡则幸存者获胜 游戏开始 阿奇杀心正胜 上来救完眼镜脸上 杀了一把沙子影响对方的视线 这时突然下雨 这场最终决战又添了几分惨烈 双方暂时停下手中的对决 严静说出他杀了头妹 是担心阿奇会和头妹联手起拳 这样一来 严静心心念念的奖金也会爆糖 阿奇痛苦的说道 如果不是头妹 你已经死在我的刀下了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是头妹 可能是他是在严静刀下 幻影落下 最后的搏杀开始了 比尔死亡的游戏游戏更加惨烈 今天继分输赢 也分生死 双方使出浑身解数 常都在一起 眼看严静占据三分 就要一刀夺命 阿奇仿佛一头疯狗 咬上来这位发小 重新躲回走动拳 阿奇一拳接着一拳 宣泄心中的愤怒 嘴里重复着 是眼镜害死了那些人 他本有机会 一举杀人拿钱一起合成 但最终 他一步步走向 由于头部的位置 就在抵达前一刻 阿奇忽然止步 说出了四个字 我不玩了 他走向了眼镜身旁的面具人 最终还是没冷心 让发小就此死去 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 按照规则 帮助选手弃权 就可以中断游戏 他准备带着眼镜 离开这个地狱 正在远处围观 这场比赛的贵宾们 当时就疯了 谁也没想到 阿奇竟然会放弃 到手的具有奖金 这次眼镜虚弱的说道 小时候 他和阿奇这样玩游戏 妈妈都会来 喊他们回家吃饭 现在没人来喊他们了 阿奇不计闲闲 准备带眼镜回家 这时 亏旧感爆棚的眼镜 选择了致敬 又或许是知道 哪怕这样出去 也没有活路 临终前 只来得及留下两个字 我妈 那一天的雨很大 就像阿奇痛苦的 嘶吼声一样 逛穿天地 这场游戏 就迟走向了终点 画面一转 被瞒住眼睛的阿奇 询问队长黄哥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得到的答复是 就像你喜欢赛马 你们都是马儿 仅此而已 当被阿奇问到身份时 黄哥没有回复 而是放出烟雾 引导了他 在醒来的时候 阿奇已经在热闹的街头 他从嘴里 突出了一张银行卡 失魂落魄的阿奇 去银行取了一万韩元 眼前的鱼额 冰冷又疯狂 455亿 9999万 这天夜里 阿奇落寞的 经过眼睛妈的鱼汤 眼睛妈发现了 他脸上的伤 连忙拿了鱼 给阿奇补绳子 他本想再问一句 阿奇知不知道眼睛的下落 问了一半 又自己打住了 百感焦急的阿奇 默默回到家 等待她的是母亲 找一冰冷的身体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一年后的冬天 阿奇存钱的那家 银行行长接待了他 行长完全看不懂阿奇 一年来 卡上的钱 竟然分文未动 这时特意邀请阿奇来 向他介绍 微微IP用户的至尊服务 阿奇不为所动 只是向寒展 借了一万寒元就走了 夜里 阿奇坐在厢边 喝着酒发呆 又为可怜兮兮的老奶奶 找他推销 卖掉了一束花 随后阿奇被花上的卡片 吓到了 竟然是游游戏的主办方 邀请他见面 阿奇火急火燎的 赶到约定地点 想要看看 木耳黑手到底是谁 接下来看到的人 让阿奇完全不敢相信 早就该死去的老一 竟然就是木耳黑手 此刻的他 正奄奄一息的 躺在病床上 老一无视阿奇的差异 指着楼下的一个 喝醉的流浪汉和阿奇打赌 在中天气 流浪汉如果没人管 必然会被冻死 如果12点前 有人向流浪汉伸出援手 就算阿奇赢 反之则是老一获胜 要是阿奇赢了 老一就会替他 解答所有的疑惑 怒气重点的阿奇 给这场打赌最佳的筹码 阿奇赌上了自己拥有的一切 如果他赢了 就要亲手杀掉老一 在这场终极赌局落幕之前 老一替阿奇 解开了一些疑惑 他的名字 长了脑瘤 成何家人 住在巷弄里的平房 这些事都是真的 这时阿奇看到 有个路人来到流浪汉身边 但只是简单逗留 又匆匆离开 老一这边问题 比阿奇还多 一会儿问他 经历了这么多 是否还愿意相信人性 一会儿又问他 是否因为罪恶感 才不动穿这里的钱 阿奇没有回答 再次追问起老一 为什么这么做 老头子的回答很常人 身无分文的穷人 和家财万贯的有钱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有钱人因为可以 为所欲为而盲目 已经很难有乐趣 看了一命搏命 是他们难得得乐趣 老一之所以会参加 这场游戏的原因 也是如此 他又在最近的距离 感受一群人 游走于生与死之间的刺激 最后会让阿奇活下来 则是因为阿奇帮老一 找回了小时候 和小伙伴们 一起玩游戏的快乐 就在距离12点 还剩最后几秒的时候 之前离开的路人 替刘兰汉找来了警察 阿奇赢了老一的赌局 可惜这时 老一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他最终没能把阿奇 解开更多疑惑 隔天 阿奇娶了发男理发地区 似乎是为了 和命运做抗争一般 他拦了一头非常夸张的红发 他把偷妹弟弟 从孤儿院里了出来 交到了眼睛妈的手上 还给老人家留了一箱子钱 留下死条缓尘 这时他向眼镜借着钱 一下子了却了两件心事 阿奇准备出国去看看女儿 结果在坐车时 看到刘哥又在煽动 一个落魄男加入游戏游戏 刘哥也看到了阿奇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阿奇追上去的时候 刘哥已经坐上了 前往府上的地铁 两人隔门相望 一时无言 这时阿奇转身 抢过落魄男的游戏名片 警告对方绝对不能参加游戏 画面一转 阿奇坐在机场大厅 生死疏离难救 上飞机前 他拨通了游戏卡片的电话 对方竟然又在邀请 性能加入游戏 怒不可恶的阿奇 依然放弃出国的机会 脸上杀气腾腾 本季王 恭喜你又追完了一部好剧 老规矩 在评论区打个分吧 这部由于游戏 和同为闯关生存类的剧集 迷流之国的爱丽丝不同 降低了烧脑部分的篇幅 更多的聚焦于人性之上 顶层的权贵和底层的穷人 因为不同原因 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将人命踩在脚下 阿奇或许不是个典型的好人 啃老 心虚化 好赌 严禁评价他为脑子不好使 还好管闲事 但他在最后的考验前 守住了作为人的最后底线 人命就是人命 永远不容践踏 结尾阿奇在下飞机时 对着电话说了一句 我不是马儿 我是人 更是将这种对上位者的反抗 表现到了极点 另外剧中的黄警官 大概率没死 全程枪把炉神的黄哥 关键一枪就打在了黄警官的肩膀上 显然是想避开致命山 就弟弟一命 一个能把圣捐给弟弟的人 终究很难下得去手 猜测第二季中 黄警官可能会成为阿奇的帮手 阿奇对于游戏主办方 还在操控人命举办游戏处理愤怒 一郎放弃和女儿一起快乐生活的机会 他已懒赌上了自己的全部 第二季将是蚂蚁婆项的惨烈大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你关于这部剧的看法 都看到大结局了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